降血脂不光要多运动 关键呢还要做好三件事 大家好 我是曹沃云医生 我们都知道运动对降低血脂是有帮助的 但是为什么有的人每天都走一万多步了 但血脂还是反反复复 降不下来呢 那么运动真的能降血脂吗 科普不易 大家可以点个小通信 让更多有需要的人呢看到 首先呢 运动对降低血脂是有帮助的 但是呢 运动一定要掌握运动时间 时间不能过短 建议呢在30分钟以上 另外呢运动强度呢 要以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效果最好 比如慢跑快走太急游泳等等 那么除了运动以外 降低血脂 关键呢还要做以下三件事 首先第一点要戒烟戒酒 第二点要合理的饮食 要清淡饮食 少吃烟少吃高脂肪的食物 少吃含反式脂肪酸的食物 多吃负寒晒湿纤维的食物 有助于 血脂的代谢 第三合理的药物治疗 除了与饮食有关以外呢 大多数人和代谢有关 因此呢 必要的时候 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 合理规范的用药 也是必不可少的 不管是吸药还是中药 只要做到 改善不良的生活习惯 再配合着药物治疗 才能更好地降低血脂 使血液循环变得更加顺畅 血管才会不被堵塞 疾病呢 才会远离我们 如果您啊 也有心脑血管疾病呢 下方留言数字9 我来帮助您 哪有什么血管阻塞 不过是弹拙淤堵组织了 教您一个搭配 消弹拙通气血 大家好 我是曹云主任 心血管阻塞 其实就是 弹拙淤血组织在身体里 如果您脸上有色斑 皮肤暗沉 或者出现了 头晕 头痛 恶心 四肢乏力 那就是轻微的组织 如果已经出现了 冠心病 心梗 脑梗 等心脑血管的问题呢 可能就是比较重的组织了 那么应该如何化解呢 别着急 点一个小红心呢 接着听我往下说 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 压力也很大 情绪的波动也大 因此呢 干瘀的人比较多 干瘀久了呢 还会影响脾胃 以及气血的运转 影响身体的各个方面 比如心脏的供血 等等 因此呢 我们可以用消弹板 来疏干 理气 健体 用血腐助瘀丸 来活血化瘀 因为肝主疏血 肝去瘀结 一疏通 全身的气机 可能就会变得流畅 血液的循环呢 就正常很多 疏干呢 是为了防止产生瘀血 而是对于已经产生的瘀血 我们需要把它清除掉 这时候呢 就需要学府助瘀 这类的活血化瘀药 去化瘀血 这个呢 就是中医的整体治疗思路 通过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进行辨证呢 来进行个体化的治疗 这样呢 才能够有更好的疗效 您都记住了吗 低密度脂蛋白 是高了一点点 要不要吃他丁 不吃 行不行 大家好 我是曹卫元主任 大家都知道 低密度脂蛋白 大于4.9呢 是必须要用药的 那么在3.4 到4.9之间 那该怎么办呢 应不应该吃药 相信很多人 都有这样的疑问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说清楚 首先要明白 低密度脂蛋白 3.4的这个指标 是针对的心血管 低微的人群 也就是说 没有糖尿病 高血压 呼吸验 BMI 小于28的人群 血脂对身体的伤害 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因此不会说 今天检查出血脂4.0 明天就心梗 脑梗了 但是 如果您长期的血脂不达标 那么血管的损害呢 就会一直持续的积累着 也许3年5年之后 您就会面临心疼啊 脑梗的危险 所以对于心血管低微的人群 通常给予三个月 生活方式的改善来尝试 指南里说了 降脂治疗中呢 首先推荐健康的生活方式 包括合理饮食 坚持运动 控制体重 戒烟 陷酒 其中合理膳食 对血脂的影响呢 比较大 如果经过三个月 生活方式的改善之后呢 血脂还是不达标 那么您就需要启动药物进行治疗了 那么如何治疗呢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就是他丁类的药物 不仅能够降血脂 还能够抗炎 清理凋亡细胞 稳定斑块的作用 虽然会有肝功能 肾功能的损害 还有肌肉损伤的可能性 但是整体来说还是力大于弊 因此用药之前的第一个月需要复查生化 看一下肾功能 积酸 鸡酶 血糖 血脂当治标 不仅可以看降脂的效果 还能看是否有肝肾功能的损伤 如果有明显的副作用 那么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平药或者是换药 当然了也可以联合中医药来进行综合的调理 血脂膏 饮食应该怎么吃 大家好 我是曹慧林医生 血脂膏到底吃了什么 这是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给大家总结了五点饮食的建议 能帮您更好的控制血脂 大家点赞收藏好 防止爬走就找不着了 首先我们要明白肝油三脂和胆骨醇都叫血脂 但高肝油三脂和高胆骨醇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因此针对不同的血脂膏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那么胆无醇高 饮食上要定义哪些呢 第一早餐要吃好 午餐呢要吃饱 晚餐呢要吃少 或者可以清断食 这样不仅有助于体重的控制 也有利于改善我们的血脂代谢 第二个适量补充不饱和脂肪酸 有利于血脂的代谢 比如橄榄油啊 芽麻籽油啊 坚果啊 深海鱼啊 等等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第三个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 简单来说就是多吃鸡鸭鱼 这些白肉少吃猪牛羊这些红肉 第四保证膳食纤维的摄入 膳食纤维就像一个粗糙的大网 在肠道中呢 可以带走更多的食物油脂 是天然的胆固醇吸收抑制剂 肠间呢有红薯糙米玉米 有根茎的蔬菜等等 第五是戒酒 减肥不吃生冷的 不吃发霉的 不侠用药 能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肝脏 让肝脏把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血脂代谢的工作中去 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控制血脂 以上五点 您都记住了吗 对于大部分没有基础疾病的人来说 坚持管住嘴 脉开嘴的健康生活方式 血脂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对于合并有心脑血管问题的人来说呢 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合理动用药 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您呢也有心脑血管疾病呢 下方留言数字9 我来帮助您 软化血管的真相 一个视频呢 说清楚 大家好 我是曹伯林医生 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 多多少少呢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动脑硬化 于是很多老人 对各种软化血管的小妙招 甚至呢 还有人 由于害怕吃药 害怕吃酱 擅自停掉药物 而对各种软化血管 让血管变年轻的偏方啊 食物啊 保健品啊 热衷不已 那每天一杯红酒 每天喝点醋 每天吃点木耳啊 黑豆啊 洋葱 这些妙招偏方 真的有效吗 今天呢 为大家揭露真相 第一 喝醋 可以软化血管 醋不可能直接倒达血管 体内环境呢 也不会轻易受到食物来源的酸碱体系的影响 因此 不可能通过多喝醋 来软化血管 大量喝醋 反而可能 灼伤食道 损伤胃黏膜 第二 喝红酒 可以软化血管 红酒中呢 含有少量的白黎如醇 它的含量是非常少的 反而酒精的含量是比较多的 容易损伤血管 第三 吃洋葱 香菇 木耳等等 可以软化血管 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它们有软化血管的功效 如果只想通过饮食 来软化血管 而拒绝配合医生的指导和治疗 可能会加重血脂紊乱 第四 吃深海鱼油 能软化血管 深海鱼油中的不饱和脂肪酸呢 确实有一定的降血脂的作用 但是它不能代替药物 而且市面上的鱼油质量 是参差不齐的 不建议大家随意购买食用 其实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每个人的血管啊 都会发生动脉硬化 都会出现斑块 就像人老病死 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我们能做的 只能是通过一些方法 比如像控制血压 血脂 控制饮食 增加运动 应用活血快鱼的中药等等 来延缓血管的老化和硬化 您都记住了吗 听懂的朋友呢 可以点赞转发